日前,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发言人华春莹痛斥个别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非常不公正的报道,有时甚至编造假新闻。 有意思的是,华春莹并未点名,但BBC记者却对号入座了,还试图追问为自己辩解,综合央视网及外部网站消息。 3月26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,华春莹指出,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,强制绝育,甚至种族灭绝等,并以此为由对中方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。 而在此过程中,一些反华政客和个别西方媒体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。 华春莹表示,这些媒体是谁,我想大家都很清楚,相关媒体记者心里也有数,我不想点名,但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BBC记者听到这番话不乐意了,现场追问道,中方提到BBC报道同CIA有关,能否介绍有关细节? 听到BBC的提问,华春莹笑了,她反问道,我刚才提到BBC了吗?刚刚还抵气十足的BBC记者,此时则不确定地答道,也许是我听错了。 华春莹一脸笑意,从容不迫地说道,刚才我提到的是一家英国媒体和一家美国媒体,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吧? 有关BBC的不实报道怎么样,说的太多了,在这个场合就不用详细谈了,改天我请你喝茶,咱们慢慢聊。 实际上,在此前的问答中,华春莹并未点名任何一家媒体,她还特别表示要留点面子。 谁料,BBC对于中方批驳假新闻太过敏感,竟自己跳出来要承认。 BBC的涉华不实报道数不胜数,在记者会上还真的难以聊完,此前外交部曾多次斥责BBC。 不经查证就报道,散播涉江谣言谎言,对类似假新闻、假消息如获至宝,已经沦为传播涉江谣言的工具和平台。 中方曾不止一次地敲打BBC,但其始终抱有意识形态偏见,在涉华报道中,以编辑、剪辑和嫁接等方法,主动编造假新闻,攻击抹黑中国。 这一次中方没有点名,BBC就如此自觉对号入座,只能说是其心中有鬼,并对自己的报道有着清楚的认知。 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真诚、客观的了解和报道中国,也愿意为那些驻华记者在华生活与工作提供便利。 但是那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、炮制假新闻,甚至是与反华势力相勾结的行为,显然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,也是令人所不耻的。 需要指出的是,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,以及那些反华政客和个别西方媒体,大肆污蔑中国,诋毁中国声誉。 但是中国光明磊落,必将用事实与真相戳破那些谎言与阴谋。